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又一期的音乐心情是今天跟大家见面了,那么按照惯例,仍然是我们三个人,但今天面称是我来主持,大家对我也比较熟悉的,因为前两期都是别人在介绍我,那么今天让我隆重的介绍一下,另外两位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刘英南老师,还有王淑军老师,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呢? 今天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上台紧张怎么办?我相信不管你是秦童,还是已经成为了职业的演奏家,或者说正在职业演奏家的道路上成长,你遇到最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就是,你在上台的时候,如果紧张怎么办?紧张不怕,紧张后面那些怎么办?忘卜了,这是我们钢琴家最大的噩梦,经常做梦的时候,经常梦见这曲子还没背下来,就上台了, 这个等一下我来采访一下两位有没有背过啊,有没有试过这种梦啊,但是就是说紧张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你的手指可能平常弹的特别顺,到那地方就卡壳了,是吧? 而紧张可能导致你的速度会比原来自己想要快很多,是吧?紧张可能会导致最大的问题,就是忘卜,一下错在台上,然后呢,手忙脚乱荒乱之中,然后怎么接得下去? 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想通过我们三位老师的一些经验,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经历吧,然后总结出的一些小tips,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以后能在台上呢,能更加的自如,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这个投入的表现自己。 那么我先问这个好玩的问题啊,在问两位老师之前,我自己先说吧,我这个经常会梦见,这个就是临上场前,然后呢,告诉我说,哎,你要谈,比如说肖邦某一首某一首曲子,然后其实我根本没练过,然后就完了,就得上台了,就是,然后那个那个梦起来的时候,就下了一身的汗,我记得我平均大概每七八个月就得做一次这样的梦, 而在学生的时代,可能梦的更多,可能每两三个月就,就梦见了,我不知道这个两位老师呢,刘老师,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梦啊? 哎呀,我这是相当有同感啊,而且我经常不光是梦的,要么是上台,要么是马上要去考试,要么马上是一个比赛,然后他让你演奏曲目,让你一看,哎呀,我没练过,怎么办?然后硬着头皮,然后在手接触琴键的一瞬间醒了,哎呀,然后醒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全是汗啊,我来说。 昨天,这真是太可怕了,哎,时军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我睡眠质量比较好,很少做梦,所以我可能就,把这个恐怖的这个事情给跳过去了,当然我们,我是上台,从来没梦过吗,没有梦,类似的这个梦没有梦过,小的时候做噩梦,但是跟钢琴都没有关系,所以可能钢琴不是我的噩梦,我觉得时军很幸福啊,因为我跟英男看来在现实生活中被这个折磨之后,在睡后中也, 要被这个折磨啊,那好,那我就这样,我来问第二个问题啊,两位有没有在舞台上,经历过那种,紧张大家都会或多或少都有啊,那这个不用问,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试过那种非常紧张,或者说,你目前为止上台,最紧张的一次是什么时候,还是柳老师之前?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其实我有印象里面最紧张的两次,都是我这一生谈的最好的两次,非常奇怪,一次是在一个考试的现场,另一次还是一个考试的现场,一次是在中央医院的一次期末考试,另一次是在伊斯曼的一次期末考试,我印象特别深刻,在中央医院那次期末考试之前, 我老师给了我点压力,你意思说,我告诉你啊,我老师的老师,就是现在就坐在台下,你现在是代表我的,你要上机给我弹杂了,我跟你讲啊,就丢了这是我的脸,你一定要不要好好表现,我听完之后啊,整个人都不好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然后第二天弹琴的时候,那紧张的在门口啊,一直跟我的同学一直倒过,紧张,紧张要死了,怎么怎么怎么,就这样一直说,然后在上台的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就好像就忘记了一切了, 然后真正在演奏的时候,我记不住我紧张的这个事情,哎,这是第一次啊,那次考得非常非常好啊,第二次是在在伊斯曼的时候,我也是一次期末考试,也是我的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跟我说,哎,我替你申请了奖学金啊,如果你这次考试能考到非常好的程度啊,而且不是跟你们同届比,是全校就比,非常好的话,你可能会受到这个奖学金的加奖,就是比你之前奖金还要高一些,哎呦,当时那个时候,真的是分数分数学生的命格, 这个分数越低,奖金越少,我们在美国生活就会越困难,所以我就紧张的都不行了,我在记得我弹第一个曲子的时候,我的那个搭档啊,我们我们弹的是一个莫拉特的协作曲开始,在台上的时候还挺庆幸的啊,这个灯不是很亮啊,很好啊,我看不见下面什么情况,我就不紧张,结果他突然说,啊对不起,可不可以把灯打开,我看不见谱子,灯开的一瞬间,我整个人就定在那了,这个我觉得键盘像钻石一样耀眼,晃得我都看不见了, 后来我刚才说,算了,我发现让毕上弹吧,哎,我就毕着弹了,整个贝德芬证明,就是那个协作曲的第一月章那个前半部分,我就没敢把左踏板抬起来过,真的是就弹错怎么办,小声点吧,哎,结果反而控制的最好,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呃,贝德芬莫拉特的,我忘了啊,太久了,想不起来,但后面那几个曲子,我记得印象特别深,那斯卡拉宾第四名曲,萧邦第三中英曲,还有两首练习曲我记得,那几个曲都, 有生以来谈的最好的一次,我老师下来的时候,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到下学期的时候,我收了一封信,果然,哎,奖学金拿到了,我拿到了,呃,全校五个老师给的A,考了全校第一名,我真的是,那是我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啊,但是是我人生中最最最最紧张的那一瞬间,我发现觉得,你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 生理上的反应,有什么紧张,就是除了冒汗,还有什么,我觉得 生理上的反应,基本上就是,在那一瞬间,好像你被,被抛进了另一个空间,在不定,在不断的往下坠,你落不到地面,感觉你在,是不, 人家那么诗意行行,咱这干,你看多的是吧,其实挺恐怖的,是,心跳加快啊,冒虚汗啊,手抖啊,还是怎么着,心跳加快是必然的,你在台上的时候,能看到自己手上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你在碰那个音的时候,你发现,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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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后弹出来,哈哈,那一瞬间,这真的是,真的,然后,如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音弹得特别好的时候,哎,你一瞬间的人啊,可能会因此而反转, 就是从紧张变成了集中,变成了非常的投入,哎,我觉得好像,后来,我有感觉啊,就是当我不紧张的时候,反而弹得有点不够好,先说不说不紧张了啊,咱们先继续玩,要说那个,石娟,你最紧张的时刻来分享,我觉得紧张这个事儿呢,一个是看,谈好,谈坏的后果有多大,对吧,那么我来讲的话,最紧张的就是我从大学考研究生, 因为我是考本校,而且我没有报别的学校,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失误,对,这是我的一个失误,就是我当时就,如果我考不上,或者谈坏了,我就第二年没学上了,对吧,这个是很可怕的,我当时也是比较,比较傻吧,而且呢,这个是一个,一个对我来讲,多大一个挑战呢,我们知道三月份是考试,对吧,三月份是考试,一月份,二月份,我老师去欧洲, 寻演了,不在,然后相当于考试前两个月,我没有上过课,然后他回来是在我考试前三天,他回来给我上了一个下午的课,当然他也没法说都给补上,但是呢,这一个下午之后,他给我讲了特别特别多东西,我只有两天来练,这个上台之前是非常非常紧张的,我在这个年轻时候,最紧张的时候吧,我会有点恶心,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我会在上台前紧张的恶心,所以我都会什么呢,都会上台前不吃饭的,当然我现在已经早就不这样了,现在三两天前不吃饭是撑不下来的,在那个时候我就会空着肚子弹,但是呢,因为虽然两个月老师不在,但是我是练得非常扎实的, 所以我集中到在弹上了之后,我就忘记了说我在考试,那么我把老师讲的就是两天前讲的所有东西都都弹出来了,我是怎么知道我所有东西都弹出来的呢,我刚弹完,我出来老师跟着我出来了,说你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都就是我说的你都做出来的,他觉得特别特别神奇,那你是不是其实跟英南讲的一样,就是这最紧张的实际上成了你演奏最多了, 对,但是呢,还有另外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两次你们两,那次你们两个也在,就是在日本那个宾松的那个,我是真的没准备,所以真的是没准备好,那次是我不知道要弹协奏曲,所以我就先讲了一个柴翼,而且柴翼又是很难的,其实当时对我来讲,很变手,我上来就错了,所以是什么啊,所以我记得当时说进入到最后的时候,大概有三天还是两天练的时间, 对吧,跟这个日本人派的这个人,我记得在我上台之后啊,刘老师说,哎,师兄你怎么瘦了,就这两天我练瘦了,对对对,我应该特别神奇,真的是特别神奇,那次呢是没谈好,但是那次没谈好呢,一个是紧张的,他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在背谱,所以说我们知道柴翼是很大的曲 我在上台前轮了三遍,就我在上台前,我弹了三遍,从头到尾,那手都已经上去时候,都已经没力气了,但是我就是,我就是害怕我的这个memory,而果然也错了,对吧,我当时记得下来了之后,这个巴巴羊还说,说这个没ready,千万不要上,当然说的我无比之中,就是没ready,但是那个害怕的感觉和当时,一个是害怕的感觉,加上手软了的这个感觉,当时是让我非常难忘了, 所以你一般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恶心,然后手,手会软,手软是因为你练太多,那是练太多了,但是会恶心,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这样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是上台前一定要吃东西的 我来总结一下,就是刚才两位老师讲的这都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其实我特别同意两位的,而且王老师,实际上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的观点,就是你这个准,上台紧张分两种,第一种是,你就没准备好,你上台你就根本不会弹,或者说你都没背下来,那你上台紧张,你就活该,对吧,这是一种,第二种呢,紧张是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你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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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知道它的严重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想太多,是吧,所以会紧张,所以这两种是不一样的,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也有两个特别紧张的时候,一个也是,跟刘老师一样,是考试的时候,还有一个跟王老师一样,也是这个,或者说比赛的时候,我也是,就这两次结果后来也成了什么呢,也成了,我生命里面谈的最好的两次,一次是,就是,也是考那个朱莉尔的AD,那次也是, 就是,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我在楼下的时候,我在那准备的时候,哎呀,我在楼下,碰到左江,左江说,说你是不是吃拉肚子的,说你脸怎么是绿的,我说我脸都绿了,当时紧张的,是吧,然后还有一次是,这个克莱文比赛的第一轮的第一场,那真的是紧张,就是我这辈子啊,我觉得最紧张的就是那一次,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我紧张起来会有什么样的生理反应啊,就是反应就是, 就是我的手,在这个就是手的这个这个部分会开始麻,就有点像这个做做久之后啊,他会开始麻,这很吓人,我就在克莱文比赛的第一场的时候,没弹几个音,我的手就开始麻了,很吓人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手会抖,会麻,就是你想想我都紧张到什么程度了,但是呢, 因为克莱文比赛和那个朱利亚的那个考试,我实在是准备的太充分太久了,我就真的就是半夜起来两点钟,你把我拽起来,你就说你来一遍,我都不带有一遍一错的,就那种怎么样, 结果弹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啊,当你准备的特别特别扎实的时候,然后呢,你又这个东西又特别紧张,这个时候其实紧张是一个促进剂,没错,对。 虽然是,我觉得就是那句话什么,痛并快乐,就是你实在是那个过程实在是太煎熬了,但是结果真的是非常完美,因为结果真的是,你集中了所有的脑细胞, 说真的,我相信大家都在这个钢琴上,比如说手啊,在弹到一半的时候,比如说挫了,或者受伤了,或者说这个流血了,或者说批了,很疼, 咱们在台上根本感觉不到,通常是下了牌才发现,怎么这样,就说明你在台上,不管怎么样,你的那个高度集中, 所以我们刚才三个人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在紧张度高度集中的时候, 其实你所有身体里的细胞全部调动起来,用来专心的做这一件事,如果你这个时候是准备好的,那你不要怕紧张,紧张只会带来更好, 没错,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真的已经很扎实了,练了啊,你这腹子已经滚瓜乱足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想请问,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你们,当然咱们现在知道这个紧张是怎么的, 但是紧张毕竟还是不舒服的嘛,不好受的嘛,对吧,就是说,虽然它能带来很完美, 但是那过程实在是不舒服,那而且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掌握到说我能,怎么说我能驾驭紧张, 有些时候被紧张驾驭了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逆绝,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经验,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啊,就是说能让自己不紧张, 或者说能让再少一点紧张,或者是啊,这种这种小的tips, 王老师先说一下,OK,首先呢,当然这也是我经常跟我学生讲的, 我会发现啊,包括我自己,还有我的学生,经常很多人紧张的时候呢, 他会做一个,他下意识的会憋气,他憋气之后呢, 我觉得就会让脑供养不足,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好解, 就是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呼吸, 我觉得这个是我试验了几次之后,会让我最开始的几下的这个开始演奏一个曲子会很好, 尤其是一个是,一个是呼吸,让脑子有供养, 另外一个是让自己的这个肩膀要放松,这样的话呢, 其实会回到一个平时练琴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角度, 要不然的话,如果你人都是僵起来的,那整个其实的技术都是变形的, 而且这种情况下,因为是下意识,所以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当然我们,我们讲一个极端的例子, 上台演奏巴赫的平均率,演奏一个副歌,这个是最吓人的, 对吧,那么什么样是一个说能让自己不会下的不行, 然后还能顺下来,就是要基本上每一行, 每两行就知道我能跳过去,就是先把自己后路找好, 一旦我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能跳过去,对吧,就像一个safe zone, 没错,所以说我有这个情况下, 我不需要用它,但是我知道它在那,一旦出现事情, 我可以随便的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任何一个曲子, 我在弹的时候,我知道任何一刻出现问题, 我能跳到下一站,直接能接下来, 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个心理上面有一个安慰吧, 上台之前我知道,我死也不会死得太惨, 明白了,确实是巴赫,有这个问题, 我给我们学生们也是,一到找到你的safe zone, 知道安全的地方在哪,你知道一旦出了,你让我那上跳, 但有的时候学生,毕竟不像我们,可能经验更丰富一点, 我们知道跳到最近的地方,有的时候他跳跳, 跑到最后结尾,直接结束了,导致这个副歌, 一共弹了几十秒,就结束了,有可能会有这个情况, 都有经过,对,所以, 不过王老师说的这个, 呼吸这个感觉我觉得相当的重要, 我记得我有几次和王老师一块去参加音乐节的时候, 也都要演出嘛, 他就提示我说,一个是要吃饱了, 不是吃饱了,就是你吃到就是你不饿的程度, 二一个就是上来的时候一定要呼吸,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有用, 我觉得这可能跟你的心跳也有关系, 就是你上台的时候, 能不能让你的心跳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不要过快, 因为虚拟过速的时候, 你可能会, 肾上腺素也好, 什么地方会产生一种化学反应会导致, 因为我有时候紧张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脑, 从这段开始就什么东西蔓延开来, 使我什么都想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对,在那一瞬间是要保持一个心脏正常跳动的方式, 我甚至听说过有的包括以前的钢琴家也干过这种事情, 他为了让自己心跳速度不那么快, 他会吃半粒安定, 或者说吃一些控制心率的药物, 强迫自己, 也不是强迫自己吧, 可能从生理上就心跳就很慢了, 我从来没有试过, 但是我也不敢试, 我怕心跳慢来那种感觉和平时练琴感觉不一样, 或怎么样的, 有元老师有没有试过, 在台上的时候借助一些外语, 我刚才就是看你们俩说的这个, 我就想起就是说, 我其实是上台前, 就是我先说一个别的, 我上台前是不吃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觉得吃饱了之后, 或者说吃东西之后, 我这个血液形状会变慢, 然后会变得迟钝, 然后我会困, 因为我是一个易困体制, 你知道吗, 这我很容易睡觉,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这样, 就是说吃到你自己觉得你有这个劲儿和精力, 把这场音乐会给弹下来, 这很重要, 就有时候你看我不吃饭, 但是我有时候会吃一块巧克力, 为什么, 因为我要不然我撑不下来, 我低血糖, 可能就昏在台, 那我吃到两个饭, 我最爱个办法, 就是可以让自己血糖迅速升高, 但是又没有那种特别的那种果腹感, 就是吃两根香蕉, 然后必须在20分钟之前吃, 因为20分钟之后, 他才会被吸收, 而且这已经是最快的血糖, 而且香蕉还有一个镇定作用, 镇定作用, 没错, 红牛有用吗, 红牛, 那硫黄酸只是让你, 就是疲劳感降低, 但是里面的咖啡因会是你非常兴奋, 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香蕉最好,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会这样, 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你在兴奋和镇定的平衡点比较好, 你如果喝那种比较咖啡因多的东西, 我可能会抖, 我喝咖啡之后太兴奋, 心跳会更过滤吧, 其实我知道, 刚刚王老师说的那两点, 我特别的暂停, 一个是调整呼吸, 一个是要有safe zone, 这个safety zone, 我说一个我真实的故事, 那个时候, 刘老师是不是应该已经从曼哈顿走了, 毕业了, 我那个时候从朱雅毕业之后, 我去了曼哈顿一年吧, 然后当时开场宴会, 当时我就挑战自己, 因为那个时候很容易紧张, 那个时候刚比完Clive, 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上台变得这么容易紧张, 我说不行, 我要弹一首巴赫, 然后我就弹那首, 我就选那首巴赫最长的族曲之一, 就是French Overture那一套族曲, 就French Overture那一套, 如果大家都知道, 首先它里面的各种舞曲特别多, 它有十几首舞曲, 然后第二个, 它的前面Overture特别长, 它特别长, 所以我就是故意要选那首, 当然我没敢选直接上来, 就三生物四生物的平均率, 那更刺激, 那可能直接上来就被, 但French Overture还有点, 是吧, 两个生物的三个生物的旋律, 然后我就记得, 我当时就是练的, 就是已经练了一个多学期了, 要考这个, 当时我是上半场, 我当时这么想, 我说上半场, 我第一首先谈French Overture, 先谈那法罗曲曲, 谈完了, 我就后面就谈别的, 我就心情能平静吧, 结果我告诉大家, 我就临上台前半个小时, 一直在纠结, 就说完了, 万一那个谈错了怎么办, 谈错了怎么办, 不敢, 然后我最后做了一个什么决定, 就是临时在那个报幕的, 上台之前, 我就说, 我说你能不能出去, 宣布一下, 就说上下半场, 对调那个节目单, 然后我就先谈的下半场的节目, 谈完下半场的节目, 到了, 就是这样的话, 这个下半场第一首不就巴赫了吗, 到了下半场, 我说还是不行, 我说你能不能出去说, 巴赫那个发到最后, 我就是, 真的就是很紧张, 但是最后真的也就谈下来了, 而且谈下来之后会给你很大的自信, 给你很大的说心, 从此我后面再谈那个Frencher Witcher, 不管是比赛还是什么, 就非常有自信, 所以我觉得, 其实自己就是紧张, 这是一个心理观, 然后再谈下半场的节目,